我現在是用ASUS手機來做示範慢動作 因為正常ASUS手機Android的 ASUS手機有慢動作 然後應該有很多的Android的手機慢動作是這樣的原理 那因為我的現在目前暫時 我今天Apple的不能投影 Apple的不能投影 不過Apple的慢動作會更不錯 但是基本上編輯流程是一樣的 所以我如果要開始錄 我就按下去 來 現在其實我已經開始錄了 但是看起來沒怎麼樣 所以我就說我進來 我進來的動作其實事實上還是一樣 然後我就跳 好 我跳完了 然後接下來回來 給各位看 停止 停止完之後 錄完以後 我到底下這個 把剛才拍的相片叫起來 拍的相片叫起來之後 其實這邊有個慢動作 你可以去點一下 其實或者是有編輯的功能 去找到它有沒有編輯的功能 剛才我有看到編輯的功能 好 來 各位 我現在進去在播放的功能當中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是一個播放軸在播放 上面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前後的區域是正常動作 中間的是慢動作 可以調 所以我通常會怎麼調 我來 我調一下 我通常會調到是 我要準備跳起來 腳彎的時候 這樣子 然後結束呢 我跳下來結束前 腳還沒站直 你要我跳下來之後 腳彎著還沒站直之前 好 所以到這裡 我從這裡開始來示範 我開始播 但是前後 你看這樣看起來就感覺跳很高對不對 然後 我發覺我體重太重了 跳下來連這個 連這個螢幕都在晃動 真是 有沒有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 就是說我正常 這樣子走是正常動作 現在你看我都是正常動作對不對 然後走到那一區域的時候 開始跳 就變慢動作了 所以就是拍完以後 你再進入編輯狀態 他就底下 就會多這條出來 就可以去做編輯 可以嗎 EHOR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調到慢動作 可以嗎 可以編輯 所以你拍完之後 馬上做編輯 好 因為對不起 我的APPLE現在暫時不能投影 不然的話 APPLE更簡單 它的操作更簡單 來試試看 是 ters音樂 是 有 本一次